今集和大家去到珠海海泉灣浸溫泉 再和大家回市區玩家庭車 最後就是和大家看看我們在珠海住的大熱水 兩日一夜團 開始 去吧 接下來這個廢氣十足的頻道 將會繼續以上面這三項的真實評價去做主題 喜歡聽真評的就記得訂閱我吧 來我家按鈴鐺 歡迎又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一行五日五條仔上珠海 去這個海泉灣浸溫泉 原本是我想過去浴溫泉的 但不去那麽冷寒的了 去海泉灣去遠一點 去到金灣那邊所以是比較偏僻的位置 現在我們就等其他人坐地心車出發 這條片你見到搖搖肉碎呢 因為我沒有拿相機出來在背樓 而我也去迷音 這裏就方便些去拍一個好噴靈 所以我已經搖搖水了 所以我不好意思 去到珠海那邊我全部都回到相機拍了 放心 好現在賣肉 這個好噴靈 這個真是超噴靈 看吧 好噴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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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大滅碎 五間房似的 有後花園 宿舍 後花園有牛屎味 這裡有牛屎味 有燒烤 好噴靈 好噴靈 但你不要噴靈 有2號 有CG的廚房 對呀 看看地圖有什麼來 後面 後面 有春姐最喜歡的白色桌子 有出球桌子 有機打 有K打 有K槍 好噴靈 有口號 健身室 這部機放在最外面 先去參觀一下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裏 好像可以掃個烤仔 這是2樓 1樓 地下 剛才是地下 然後是地樓 到2樓 無論多房 還有一層 找到一間公寓 雖然 外面看完 裡面看 其實是很像我上次的青藥家 雖然上次的青藥家 有一個 有否爆房一樓 說的話就是 衣帽間 Hello Hello 不错這間公寓 做多東西玩 好上去拍完歌 英人在地樓唱歌 麻雀 好我們又來到這個 海泉灣的 度假村 區 現在去吃點東西 超市看看 來我們這個別墅的路程 都是10分鐘的路程一行 所以都很方便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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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這裡真的很少 我們這裡全人都瘋了 麵館 你先上來賭吃麵 大麵館 好冷酥喔 好冷酥喔 一樣的嘛 看一條褲很冷酥 雖然溫泉是要穿衣穿褲的 但是因為沒有手機進去就實在太陽光臉 濕的 我主要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些片和照片 溫泉很大 有很多種溫泉 但其實都是大龍小椅 都不是真溫泉 應該 不過我們就在度假村溫泉 按摩的位置 做到中醫按摩 手勢異常地好 我們都非常推介 進去只有一間 非常容易找 溫泉就是這樣 你當作一個很大的泳池 就有很多不同的西泳池 大概就是這樣 剛剛我們去完海泉灣溫泉 在那些中醫推流 我們推介一下就來了一個夜市 就叫做平沙 平沙夜市 不過原來這裡是一條街 一條比較短的街 有些小販檔 跟我們夜市有些出入 但是不要緊 我們現在照看看這裡有什麼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吃 如果沒有去轉場 有就在這裡吃一下 在我們恩哥那裡 瘋狂善幾口 不瘋狂熟路 找了當地兩位小朋友大陸 還要忘了喝東西 在兩位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大領之下 我們就來到這間 專食魚的 小菜館 專食水煮魚 酸菜魚 類似給你打火鍋 然後再加一些小菜 就是這間餘善坊 由於我們去的地方都比較偏遠 所以我們現在拍攝這間 在當地那邊來說 都叫做比較市正 即是餐牌 或是環境 都算是不錯 這間餐牌的小菜都叫做鑊氣咎 那股大陸味濃郁 例如這碟 小炒和牛肉 或者它的魚 其他小食 小菜 都是片出食 我這間都是推介給大家 人頭都是100元左右 這次都是鮮錄片 然後就在食物裏 我講的 做一些後製錄音 給大家一些食物評價 和我們度假去玩的評價 因為這次的朋友 不是太喜歡出鏡 我就轉一轉模式 下次跟喜歡出鏡的朋友 我先做現錄 現展模式 總結大家看片都看到 這間餐牌的食物普遍都不錯 而且價錢便宜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住我們海泉灣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好選擇 大家可以來 如果來這裡就完全 或者留在度假村吃 但是度假村的食物我們試過了 又貴又不好吃 所以都是出來吃 日後主要是來到 珠海國際賽者場 玩卡丁車 正如我剛剛的影片所說 我們去海泉灣的位置是比較偏遠的 所以你如果想出來玩這些 就要坐近50分鐘之一個中車程 才有得玩的 所以這次的經歷 我就搞正了大家 如果來這邊玩 你一天溫泉 一天溫泉 就是回海泉灣那邊的別墅 或者民宿 然後第二天 就出去市中心 這樣就比較方便 不用像我們這樣 玩完卡丁車吃完飯 又回到那邊 然後第二天 再回到香港 這樣就可以比較長的車程 不過 由於我們這幾人都自己很喜歡 在別墥遊玩 遊遊玩 也不用大會 但如果大家來 就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變好一點 第二回合 我沒有為大家去拍一下 這些這麼刺激的東西 還是不喜歡 一旦去捲 算是如此 玩的 玩八分鐘 玩了多少圈 這就是珠海國際賽車 非常大 我們玩完卡丁車就去吃沙窩粥 那一晚回到別墅喝酒 第二天就直接吃普通午餐 離開珠海,行程就結束了 由於沙窩粥和翌日午餐都是普通料 我就不在這裡每一介紹 行程度就結束了 總括而言,如果有港車不上海泉灣這個位置和這個地方都是不錯的 配合大別墅也是不錯的 不過如果像我們一樣,每次都要滴滴出入市區和別墅 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大家就只行定端了 好,不多說了 下次出遊的片就是日本的八日之旅 敬請期待 好,下集見我們,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